其實童年的經驗蠻重要的 我是在外雙溪長大 我是在一個桃花園裡面長大 所以我從小上課呢 都是看著外面的陽明山、溪流、田野 其實是到小學畢業都是過得很開心的 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創作 那我的創作一開始就是跟我的 生長的這個環境的那種美有關係 所有的訓練都是靠自己的 老師引進門修行看課 學校也一樣家庭環境也一樣 所以我常說我的作品是長出來的 他並不是透過某一個形式學習 或者是延伸 我完全是在文化上去認同 這就是我的創作態度 感覺到了長遠 身邊一種有整理過長 所以其實是在養一種味道 養一種品味 那是一種生活的一個叫做應該說是一個映照 你吸收到什麼 你修煉到什麼狀態 你自然就在屏幕當中會流露 會流露出那個氣氣味出來 美的東西存在於所有的地方 這一草一木對不對 一花一樹 它都是一個世界 你可以去參透它的 這不需要別人供給你 你走進自然 走入社會 走到人群裡 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可以感應到的 都在裡面 zij不擒 你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得到